第一部分Dragon简介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Dragon Dragon 它是用两点之间的变化来产生连续的AI画面 官网强调Interactive Point Based 老阿贝看来这也是目前很火红 类参考Reference的应用 它是以目前这张图为Reference 再根据两点的方向产生下一张图 不断地循环 来看一下官方的网页 一到影片的下方 这一个是Dragon网页 点来看一下 看起来首页有很多合作厂商 这边有很多范例可以看 有闲有空可以点来看看 这边有Dragon的paper 还有Dragon的code 对城市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看 一般人就跟老阿贝一样 看看上面的范例影片 了解一下大概的操作方式和效果就可以了 再来点开DragonDetail广页 城市原始码公布在这边 下面这几个地方可以适用Dragon 以下是Dragon的硬体需求和执行方式 看起来目前只能在NVIDIA显卡和Linux上透执行 如果以后有支援Windows 老阿贝再发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第二部分 使用Collaboratory安装Dragon 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Dragon Collaboratory启用网址 点这边的下拉式选单 点查看资源 点变工执行阶段类型 点硬体加速器选单 点GPU 点储存 点连线 因为Dragon需要Tugan运算 所以要确定您有抢到 GPU硬体资源才能运作 有抢到GPU资源后 就可以来执行安装程序 点第一个程序 点要执行 程式在执行中 在这边会有转圈圈的动画 等停止转圈的时候 就表示执行完毕 OK 执行完毕 点第二个程序 一样画葫芦 等执行完毕后 点第三个程序 第三个程序会跑比较久一点 老阿贝大概等了4-5分钟左右 当出现这样的画面时 就表示安装完成 这边有两个连结 选择底下那个连结 就会开启Dragon的使用界面 第三部分 Dragon简易操作教学 这个选项是Dragon的model 这里头有不同的model类型 有猫 有FFHQ Flicker Facet Height Quality 高画质人脸 后面512x512是此model的解析度 有狗 有汽车 改变seat数值 可换不同的汽车图片 像这样 好像都是老车 来换个model model 解析度都不高 多换几个是看看 OK 就这一支 6 size数值 是两点之间的step与距离参考值 简单的来说 step size越大每一帧的画面差距越大 说的不太容易懂 来试看看就知道了 先来画出两个点 红点是开始 蓝点是结束 这样代表以猫的鼻子为开始 将鼻子移到蓝点处 step size可以想象成红点到蓝点间的帧数参考值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先去忙工作 回来用狮子来说明 这个是step size 0.001的动画 这边就不压缩时间 呈现实际运作状况 速度有点慢 看来 greggan对应体 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这个是step size 0.005的动画 是不是感觉每一帧的距离和0.001来比较 变大了 step size大概就是这样的功用 点这个按钮可以重置图片 这边有一个mask选项 可以限制在某个区域内才能有动作 嗯 这个狮子头太大 涂起来不方便 来换另外一个model OK 就这只猫 将头部这边涂黑 来限制头部的移动范围 点app point 现在猫的头 就只能在我们所做的mask范围内移动 当快要移动到范围外时 会被mask限制 因此画面会产生扭曲的现象 越来越奇怪了 还是老阿贝对 mask会错一了 目前还没有体会出mask真正的功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做mask限制时的状况 是不是就正常多了 如果有人知道mask真正的用途 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 这边大概就简单的介绍完毕 最下面的这一个 老阿贝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知道的再分享一下 底下这边有w和w加的说明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目前black game使用后 感觉城市还不太稳定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停住 需要重新整理浏览器才能恢复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